他另外一件事情 現在大家很關心說 兩岸之間到底有沒有狀況 有一個消息出來 大家非常震驚 這個共軍的援火旅 也就是他們這個火箭部隊 居然離我們的金門 只有15公里 這是網紅他發現出來的 照片一出來大家很驚訝 而且都拍得這麼清楚 那李律師前艦長他說 火箭部隊機動性很強 你現在拍到他 搞不好等一下就跑掉了 不見得固定 不見得對台灣真的有很威脅 但我看到畫面 我還是滿震驚 而且我第一次看到 這麼接近的距離 應該是韋翰跟我們跑 軍事新聞裡面看到第一次 這麼近的距離 還有更近嗎 沒有 這對金門來講近 可是金門一定都有掌握 對 我們國務部一定都知道 那另外一個 這個可能韋翰就特別有感 韋翰有去過太平島嗎 沒有 沒有去過太平島 OK 馬英九跟陳水扁 在他們的八年任期的最後一年 即將快要卸任前幾個月 都有登上太平島 展示我們的主權 但大家知道 我們的總統到太平島 雖然是我們的領土 但是只要去那邊 對岸都會有一些動作 現在有一個尷尬的後題 蔡英文也要卸任了 八年來從來沒有去太平島 現在也只剩下最後幾個月了 剛好太平島的碼頭進攻 進攻總統不去 那我們就格外的試軟 不是去宣誓主權 不去是我們特別試軟 我們就是軟趴趴 以前找進各種理由 陳水扁也去了 在2008年任期最後一個階段 2月2號 馬英九2016年的1月28號 也是在他任期最後一個階段 現在摸一下日期 也是1月底了 所以如果要去 剛好又竣工很大的理由 可是你不去 譬如說像陳以信說 如果你沒有登島 那南海政策恐怖會全盤的失敗 不過現在南海可能也狀況 非常複雜 像是菲律賓空投 運捕仁愛暗殺 中國就大為跳腳 所以南海地方 現在各國都非常緊繃 那我們到底要怎麼回應 剛剛耀宗問我有沒有去過太平島 我很大聲兩次告訴你 沒有 為什麼 因為他的機會是一位難求 我現在跟大家講 那個阿扁在任期就是很去 美國很生氣 可是阿扁那時候 已經跟美國鬧翻了 那時候出國要去美國 但落在哪裡 阿拉斯加還是米航之旅 馬英九的第八年 他去 當時我是聯會會長 但因為他機會有限 我不能夠自賊 所以我們要抽錢 我當然在家裡 跟我兒子女兒在那邊抽 而且還開直播給我們會員看 就我們總府記得聯會會員 那是說林少女好像有抽到 我忘記 他只有大概八到十個人 為什麼 我跟大家報告 中華美國總統到各地去 要不是空軍一號 要不然其他就有行政專機 第一次搭C13洞 就是這個 老母雞 對 不是老母雞 老母雞是更前面的機型 C13洞是空中立士 為什麼 因為在太平島 那個飛機跑道 他太短了 所以其他飛機沒辦法降 滑翔去C13洞下去 但是C13洞可以坐九十個人 他不敢坐那麼滿 他只用三分之一的這個人力 我們國安會的官員跟記者 記者只有八個人而已 所以那次就用抽籤的 所以那時候馬英九去的時候 美國很生氣 因為他會對於南海的主權爭議會提升 而美國此刻這兩年又跟菲律賓四個基地合作 我相信此刻美國還是不同意 那馬英九那時候是美國不高興 他硬要去 阿扁那時候是跟美國關係不好 那溫耀州還有我們現在國民大會的觀眾朋友 現在蔡英文總統 曉雯跟美國好得不得了 所以他不會去 現在這麼好 可是今天卻有好幾個民進黨立委 就不點名 等一下大家上網去查 說非常支持蔡英文總統 去登太平島 我想說是不是我理解錯誤 還是他們根本不了解 總統府的這個想法 就是說美國是反對我們去登的 因為我們是主張 那個太平島是我們島 而且他是島 不是礁 國際上 民進黨立委希望他去 對啊 今天有兩個民進黨立委公開講 完全支持 許智傑 好 大家上去看 所以我覺得我不能斷定 因為這個很複雜 如果美國同意蔡英文總統去 那他會去 但如果美國還是一樣 採取反對的態度的話 因為這會使南海主權的問題會 我再講更白一點 因為我們去 畢竟是中華美國主張權 中國大陸反對的反而還沒那麼大 是美國反對 美國是跟這個菲律賓的利益在那邊 因為菲律賓離那個太平島非常近 我們搭飛機過去要四個多小時 非常遠 一千六百公里離台灣 所以蔡英文總統在卸任之前 就這三四個月 他去不去 確實是一個重要的話題 那我們就靜觀其變 看蔡總統他到底去不去 美國會不會生氣 不過現在美國幾乎要看 中國的臉色了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有關鴻海的部分 現在蘇利文跟王毅 兩天的時間會談超過12小時 但是幾乎沒有任何的突破 但可以看得出來 現在中國 等於說美國要看中國的臉色 尤其現在中國從伊朗 受到國際制裁之後 九成的石油出口 都是賣到中國去 好 除了鴻海之外 加薩的戰爭 現在也出來新的狀況 美軍在這一個照片上 這一個非常小的基地 叫做Tower 22 他被無人機給攻擊了 就造成了以色列衝突事件以來 到現在第一起的美軍死亡案件 三個人死亡 三十四個人受傷 這無人機的攻擊 現在箭頭都指向了伊朗扶植的 反看運動組織裡面 可是伊朗又說沒有 這個他們不受控 不聽我們的指示 結果現在美國就一個頭兩個大了 拜登要如何去應對伊朗 尤其死了這麼多人 死傷這麼重 等於說拜登現在壓力非常大 另外一個是烏克蘭 烏克蘭現在美國急得 好像要抽手的問題 所以要把他砍預算 現在又傳出了很多 對烏克蘭不有利的新聞 說他們貪污了12億元 為了貪污這個事情 這個澤盧斯基公布了自己的財產說 沒有 我跟三年前比起來 我是變窮了 意思是說他們有貪污 但是人家是要準備要抽手了 你現在講這些也沒用 請教楊敏 其實蘇利文跟王毅 他從去年五月到這一次 算是第四次會面 每一次基本上都是非常長的時間 12小時的 8小時的 像這一次也是12個小時 當然他們做的就是所謂的 通常都是在幫他們兩邊的老大 習近平跟拜登去談下一步 中美的下一步會往那邊走 比如說去年的9月就是在談 APEC要不要會面 就是他們兩個 我覺得現在某種程度 美中的這個叫做潤滑季 就是他們兩位了 這個從去年五月開始奠定 他們兩個從維也納的會談 開始一直到這一次 第四次的會談 他們兩個都決定了 美中接下來的這個節奏 當然最近有一些所謂的 比如說夜門這些事件 我相信美國因為今年有一個 很重要的任務是什麼 就是總統大選 對拜登來講 他絕對不希望 中國大陸在這個時候 變成他的選情的影響的角色 所以他更要扮演出 他跟中國大陸是既競爭 但是又可以合作的一個角色 所以在很多他們可以共同解決 國際的秩序的部分 他們會擺出這個所謂的姿態 讓彼此是在一個平台上面 溝通的 而不會變成說 好像是過去的冷戰的那種概念 那當然現在美國也不希望 中國大陸變成另外一個 麻煩的這個場域 這個當然大家都很清楚 現在這個世界已經很亂了 尤其像烏克蘭 其實哲倫斯基他現在 我認為哲倫斯基是故意 查幣給全世界看的 告訴大家說 我告訴你 你們說我們貪腐我是真的有查到 其實我認為他那個案子是一個指標性 他是要告訴大家 我有在查 你們可以盡量來把錢給我 沒有問題 我會拜 但是老實說 你要知道烏克蘭本來就是一個全球 貪腐指數非常高的國家 尤其美國不斷的援助到現在 我認為美國國內對援助烏克蘭 已經沒有興趣了 那現在整個民意已經 你要知道這個國會要通過這樣的款項 對這些民代到底有什麼好處 不要忘記了 總統大選 接下來國會要改選 所以我必須說 烏克蘭他們可能接下來 真的要面臨比較棘手的問題 就是當國際的援助 慢慢減少的時候 他們會不會變得孤立五元 這是烏克蘭的狀況 那當然伊朗的這個部分 就是接下來就是要看美國怎麼去回應 就是說如果今天是一個這樣的一個 不管他是獨立的組織 還是說跟伊朗有相關的一些 這個福祉或是互動的關係 不用擔心美國的情報單位 都會查得很清楚 絕對不會是你官方說的那樣 所以重點就是看 後續美國有沒有制裁 更多對伊朗的一些制裁的動作 也因為選舉到 拜登在選前大撒幣 要補助台積電 包括這個在內的這些晶片廠 大概數十億的美元 包括Intel都有 好 那同一個時間 我們看到日美他提早 揭露這個訊息 說在台積電 在日本的第二場 應該還是在熊本的旁邊 最快在二月六號就來宣布 台積電線現在正在評估 要落腳這個熊本線的菊陽丁 那劉德英還講熊本場的話 預計在今年的第四季 就會開始量產 那現在有一些報導講說川普變得越來越難預測了 但是他贏面越來越大 所以現在開始有人在評估 如果他重返到白宮的話 對台灣是利還是弊 分析家都不一樣 像日本的話 覺得川普加賴清德 對美國來講 還有對日本來講 是威脅比較大 請教我一下 其實如果有關注日本的媒體 日本媒體在過去這幾年 做了好多台積電雄本場的系列報導 裡面拍的訪問的都是我們台積電的代表 就講中文 我看了很多這樣的影片 我先跟大家講 日本在熊本的這個台積電的一場 已經在這個去年年底已經落成了 那他總共建蓋的那一個經費 是我用日幣來算一兆的日幣 那要知道日本政府給了多少補助嗎 他給了4760億 大概是一半左右 所以他吸引台積電去蓋雄本場 然後他提供用地 你要選哪一塊地你先選 然後整批的工程師去那邊對不對 買房子也方便你買 整批的買 然後我們還要看風水 所以適合台灣去的工程師 整個舉家搬遷 以後可能就在日本就可以拘留了 現在要蓋二廠在旁邊 二廠的話 他現在就2月6號會宣布 我不知道 因為財經我並不懂 可是日本媒體是這樣講的 說這個二廠 連他的經費也出來了 兩兆 所以是double 那日本政府給多少補助 七千五百億的日幣 都用日幣去算了 所以一廠補一半 二廠補三分之一 然後用地 還有後續的生活整個的補 那日本以後就有台積電 對他們來講太划算了 美國也是一樣 所以他們在不斷地去吸引 台積電去外移 日本跟臺灣又很近 所以臺灣的工程師很願意去 叫雄本九州 飛機兩個小時以內的時間 臺灣過去非常快 所以我覺得 對於我們的台積電的這個技術 外移是擋不住的 只是你要外移多少而已 那尤其我們又是地緣政治 大家講說兩岸可能會打仗 我們要靠著 因為我們有台積電 所以兩岸不打仗 這可能不是唯一的 這個萬靈丹 以後等到日本 等到美國 特別是兩個國家 其他國家也有可能 當台積電的技術慢慢外移 連工程師都覺得 因為這是個地球村 他不會拘泥說 一定要在臺灣的時候 我們靠著台積電 可以避免兩岸發生戰爭的那個 這個怎麼講 那個屏障所謂矽盾 效果就會越來越差了 那你怎麼看 現在美國在評估 川普如果當選之後 對臺灣是利還是弊 這個東西 就是兩大不可預測 一個是科文哲 一個是川普 你要先講 川普會不會當選 現在美國很多的媒體 還有選舉家認為 川普當選機率比較高 他應該可以擊敗拜登 那以過去來看的話 還記得嗎 四年前在拜登跟川普 在選舉的時候 我們臺灣 我就不講誰了 也認為我們應該要支持川普 因為他才挺臺 他才抗中 拜登一定會對中國大陸軟趴趴 結果後來有嗎 也沒有 拜登上來以後 他還是維持 因為對美國來講 抗中是他的路線 但是你要知道 不管是川普還是拜登 他們對中國大陸是既可對抗 也可以妥協的 只要對他們美國有利益就好了 所以如果是川普 他當選 或許 因為看起來機率並不低 然後我們就會更好 因為他抗中很難講 川普其實在很多地方 包含剛我們講的台積電 他還甚至講說 臺灣的這些半導體 常常都把美國的工作搶走了 他對臺灣並不友善 你不要每天希望他當選 我覺得都維持一個中心就好了 尤其這是國際的敏感失誤 我們最好不要壓寶 兩個人誰當選都好 對臺灣好就好 好 我們更多話題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大家好 我是謝大洲 拜託請大家拿出手機 打開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檢查一下 因為聽說有些人 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 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 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 謝謝 拜託 拜託 按讚 我 來吧